立委陈玉珍路过民进党立院党团的记者会时 旁听了一下 却被立委吴思瑶说成是叮烧 顿时火气全来了 张睿从健壮帮忙换家 不过陈玉珍还是不满 被吴思瑶乱扣帽子说是来叮烧 陈玉珍说记者会本来就是公开的 他原本只站在走廊上 却听见吴思瑶对着其他人侮辱他 陈玉珍感叹 现在台湾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是在搞文化大革命吗 只因为和民进党意见不同 就要被乱扣帽子 而且随便侮辱人却不道歉 根本是敢做不敢当 东西文柯剑如 SNG小组在台北报导 你随便弱 就没有想要 好吧 谢谢大家